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我的頻道 喜歡的話可以幫我免費訂閱、按讚、分享或留言支持 今天介紹一隻Sandleaf的超薄淨裝錶 但它淨裝得來就有些運動性 而且這隻錶也令我聯想起不少的東西 因此也頗有趣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Sandleaf Elite系列的Ultra Thin 03-2010-681 我很喜歡Sandleaf的型號描述 可以告訴你它是甚麼金屬 最後也告訴你681就是它用681機芯 一看或一聽就知道用甚麼機芯 這東西是比較好的 因為有些品牌,例如JLC的型號 有兩組有時令朋友比較混亂 Sandleaf這方面比較好 一款我認為是比較運動感強的正裝錶 因為它是Ultra Thin 簡單來說就是超薄的錶 因為超薄的錶通常大家可能會塌起Piagge 那種JS的感覺很強烈 因此Sandleaf都知道自己如果硬擀Piagge 基本上就沒得擀Piagge 因此不如弄到大隻少少 運動化少少 希望也便宜些 搶佔市場 為何說它運動化呢? 第一,40mm大小 48的Luck to Luck 正裝錶來說它是比較大隻的 加上這條皮帶用了Rubberize 即是比較橡膠感或橡膠化的鱷魚皮帶 沒有一般那種切割得很細 而且很亮身的鱷魚皮帶離得這麼正裝 加上底部亦是橡膠 因此感覺上這條帶雖然是鱷魚皮帶 雖然是鱷魚皮帶 雖然是啞色和膠底 令整隻錶帶上的運動感比較強 加上40mm大小 在自動或超薄錶來說不算小 因此帶上手 雖然你說它是一隻正裝錶 但是一般上班 就算平日出街T恤牛仔褲 都不會說Jesse得很厲害的感覺 這條錶當然它運動化得來 都有一定的復古設計 包括錶面有少許屈曲的邊緣位置 令這條錶第一看起來比較大 第二是比較復古 你見舊裝盧力士1601、1803 都喜歡用七十年代、六十年代尾 都喜歡用這一種面 就是邊緣位置屈曲 以及這個極度簡約的小秒針設計 只有十字 沒有黑度沒有其他 就像六、七十年代的感覺 因此出來這條錶是簡潔有力 但亦有一種懷舊的情懷 非常漂亮 官方看不到它是用甚麼製造的 但這麼漂亮或是亮 一定是Rodium plate 即是導腦的設計 究竟是白金導腦還是其他金屬導腦 就找不到資料 但一定是有一層Rodium 在上面才有這麼亮的 指針和marker 最漂亮的一般我經常說 Saintiff的星星永遠都是這麼漂亮的 欣賞它也是一件上心願目的事 還要說一下這條錶 除了外表這麼漂亮或特別之外 它的肉其實是值得討論的東西 亦是為何我今天的主題 說它是一架蘇27戰機或蘇式戰機 說說肉 很多朋友都希望多說些機芯 盡量就會 因為有些錶不是透底 說不到甚麼 盡量有透底都會說 自家的681機芯 在1994年推出 一推出的時間已經獲得了很多獎 這個機芯 或者應該這樣說 Saintiff的手錶 或者Saintiff的Elite機芯 或者是Pre-Saintiff的神級人馬進駐Saintiff 之前的所有錶 這三個範疇都可以說 其實Saintiff的機芯就是一架蘇式戰機 甚至更典型的就是這一款 我先說它好和不好 因為它是蘇式戰機 蘇式戰機有甚麼特別的東西 當然是它的線條一定優美 一提一定是帥哥 蘇式戰機、蘇式戰機 大家都知道 為甚麼是帥哥 第一就是它的底板 或者是自動駝 有一種日內瓦的紋 雕空了的星星駝 當然是漂亮 在底板的Pelage圓紋 多到多不勝數 很努力地去做 整隻錶的結尾都很好 很不錯 但是它就是有蘇式戰機的問題 就是甚麼呢 蘇式戰機就是外表很漂亮 先說另一個好處 就是引擎也不錯 引擎的能力很強 可以做到一些很高難度的動作 這就是蘇27戰機 它也是的 引擎很漂亮 引擎很棒 沒有問題 4Hz的擺頻 加上50至55小時的動力儲存 放在這隻的超薄錶裡 就優於一般你看得到 譬如某些GLC的機心 或者Piagy的機心 這是動力的好處 有點像蘇式戰機 但蘇式戰機有個問題不好 就是跟這隻錶一模一樣 就是電子設備 或者電子裝備 又或者裝備不夠豪華 這隻錶一看也是 它的螺絲位置 沒有所謂的藍鋼螺絲 這樣東西比較差 鎚鎚也沒有任何金邊 或者實金 沒有這些東西給你 也沒有高科技的東西 像圖刺啤嶺 這支手錶各方面都不錯,機芯都可以接受 但沒有豪華的配置,這不是特別優勝的地方 但有一件事優勝得很重要,當然是價錢 這支自家機芯有這麼多設計,有這麼漂亮的這個那樣 有特別的放射紋的銀面,還有黑面和羅馬字 這麼過癮的一支錶,定價居然只是35.5元港幣 如果你拿到一支,兩萬多元或兩萬美就可以買得到 你說多划算嗎? 如果你買到超薄8.3mm厚的自家機芯的大牌子錶 數到JLC已經要五萬多六萬 如果你數到一線的牌子,Piagy 這些就過十就輕鬆 甚至沒有鋼錶,因此就可能要二十 因此,Sanev在正裝錶裏 這支錶,Elite Ultra Thin,絕對是Best Buy 今天也可以借助自己喜歡的一些軍事事 和大家說 接下來希望可以更多男人都喜歡的題目 無論是煙、酒、模型、武器等等 希望大家不要嫌我,有時說話便更多 多謝各位